各位媽媽寶寶的朋友們大家好 秋天到了這個月我們來為10到12個月的寶寶做一道柚子燉肉的料理喔 這個月呢我們所準備的材料有 柚子豬肉片馬鈴薯胡蘿蔔蒜頭一大匙的油一些清水 首先我們將我們的柚子去皮去紙取出果肉之後呢 放進我們的食物調理機或者是攪拌棒把它攪成柚子汁 接下來我們將豬肉片切碎 切的大小可以依照寶寶的可以接受的程度 可以再切的細碎一點 或者寶寶的咀嚼能力已經有了 就可以再稍微切的要粗一點 選取豬肉片的時候也可以直接到超市購買火鍋肉片 直接拿來做取用會更方便 接下來我們取用適當的馬鈴薯 把它切成小丁 馬鈴薯的皮如果洗乾淨可以一起加在裡面一起蹲煮 馬鈴薯煮熟之後會變得比較綿密比較軟嫩 所以即使沒有切得很碎 寶寶也可以利用它的上下餓 將馬鈴薯給壓碎 所以不必太擔心 胡蘿蔔也是一樣 一樣把它切成小丁 最後是調味用的蒜頭 蒜頭我們要把它切成末 由於我們在製備這道料理的時候 並不會加入鹽巴或者是醬油 所以我們就需要利用到蒜頭來增加它的香氣 而且蒜頭裡面含有大蒜樹 可以提升寶寶的免疫力 接著我們準備一個熱炒鍋 首先將沙拉油放入鍋中 然後待油熱了之後呢 我們再放入我們剛剛切好的蒜末 讓它爆香 等到你聞到蒜頭的香氣之後呢 我們再依序放入我們的材料 包括剛剛切好的豬肉片 以及馬鈴薯丁 還有胡蘿蔔丁 等到食材幾乎都炒熟的時候呢 我們要加入剛剛打好的柚子汁 讓這一道料理有柚子的香氣 然後再加入清水 淹過我們的食材 蓋上鍋蓋之後呢 等它燜熟 汁收乾了 這道料理就完成囉 拌飯 拌麵都很適合 柚子的盛產期是每年的中秋節前後 也就是八月到十月之間 這時候柚子非常的飽滿香甜 而且柚子的清香可以引起寶寶的食慾 柚子的營養非常的豐富 含有豐富的維生素C 可以幫助寶寶預防感冒 還有呢它含有一些抗氧化物質 也是同時可以提升免疫力喔 另外柚子含有豐富的纖維素 膳食纖維可以幫助寶寶的腸胃蠕動 讓寶寶在這個季節呢 可以就是好消化好吸收 而且同時感受到秋天的氣氛 在家裡不妨也試試看囉 好消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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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化喔